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吃防腐剂了 她微微皱眉 语气严肃 你是余微微的妈妈 啊 这 也可以不是 她是我亲妈 干闺女回答的贼溜 脸不红心不跳的 喝 沈景彻冷笑一声 用想刀人的眼神盯着我说 原来当年急着跟我分手 是提前找好下家了呀 我 完犊子了 一见面这仇恨就又加深了 一向嘴炮惯了的我 自然没错过机会 是啊 要不然女儿咋会长这么大 说起来 还要谢谢你养了我们母女半年多呢 沈景彻冷冷一笑 不客气 全当施舍了 看不起谁呢 论毒舌 我是比不过她 这是余微微的卷子 跟某人当年不相上下 数学68分 倒数第三 我被她猝不及防的内涵 呛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孩子虽然不是我的 但这惨不忍睹的份 的确和我当年有的一瓶 干闺女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 看看我 又看看沈景彻 我干巴巴地解释道 沈老师 成绩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 更何况微微还小 其实她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闺蜜家里摆了很多手工 都是我干闺女的几座 像模像样的 我都想拿过来让她瞪大眼睛 好好看看 沈景彻不虚不及地点点头 动手能力是很强 前天把数学老师的水杯打碎了 昨天把同桌的橡皮切得稀碎 嗯 就在今天还把教室里的金鱼喂得撑死了 我 忍不住冲干闺女竖起大拇指 真有你的 干闺女冲我甜甜一笑 谢谢妈妈夸奖 我 我什么时候夸她了 缓缓回头 沈景彻果然黑着一张脸 林暖 你平时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 天地良心 平时也轮不到我教育她呀 十分钟后 干 论我是如何被猪队有坑地留在办公室写检讨的 沈景彻还有别的事忙 我偷偷地给闺蜜发消息 你闺女被叫家长了 我现在成了她亲妈被留下来写检讨 闺蜜很快回复我 辛苦姐妹 等我回去把嘴揍一顿 我看着闺蜜的消息哭笑不得 心想你还不如先把我前男友揍一顿 余薇薇在旁边悄悄拉拉拉我 小声跟我说 干妈 我们快逃走吧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沈景彻在干什么 犹豫了一秒后果断道 走 反正检讨我已经写完了 沈景彻看起来忙得很 我还是体贴一点 别给她添乱了 我拉起干女儿的手就准备趁乱溜掉 然而沈景彻就向背后长了眼 我刚站起来她就淡淡倒 检讨写完了 我 我无奈地拉着干闺女站住 不爽地说 写完了 给你放桌上了 嗯 沈景彻硬了声 走过来拿起我的检讨看了起来 你这检讨怎么写得跟大学时候一模一样 都没长进 我 检讨这种东西为什么要有长进 我平时又用不上 她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随手把检讨收到书里里 然后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穿了起来 行 走吧 我直觉不对 拉着余薇薇后退了一步 警惕地看着她 走什么 你下班了 沈景彻走到我旁边 先低头对着余薇薇笑了笑 这才慢悠悠道 没有 我去家访 我 家访 访谁 谁家 沈景彻好笑道 不是你女儿吗 除了你家还有哪 我惊恐地瞪大了眼 感觉自己听到了传说中 阎望索命的声音 我下意识就想拒绝 余薇薇却丝毫不给面子的兴奋道 好爷 妈妈我要跟你回家 让老师家访 我赶紧低下头 狠狠瞪了她一眼 这小家伙肯定是知道 今晚回去要被闺蜜揍 这才迫不及待地要跟我回家 但干闺女啊 你自己不想死也不能陷进你干妈呀 这带着钱男友回家像话吗 我抿了下唇 艰难地开口拒绝 要不有什么话 你现在跟我说吧 没必要非要去家里 沈景彻淡淡地瞥了我一眼 似乎对于我会拒绝并没有意外 她嘴角带着笑 看起来特别虚假地说道 当然有必要 不了解孩子的原生家庭 是没办法阴才试教的 放心 这是我作为老师应该做的 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我 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 我很想反驳她 但沈景彻连孩子 正在形成世界观的阶段 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教育 会对她之后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 你作为她的妈妈 肯定也不希望 在我们老师这一阶段出现问题吧 这种话都搬出来了 我简直欲哭无泪 仿佛回到了大学期末考试时 她劝我去图书馆的那些日子 歪理正理 反正都给她说遍了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硬着头皮 把她带回家了 我今天开车来的 沈景彻直接不客气地蹭我的车 我一路上想了八百条借口 待会儿不让她上楼 但一直到我都打开家里的大门了 都没想明白 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跟分手七年的前男友重逢的第一天就把她带回家了 我麻木地打开门 余薇薇倒是很自然地进门换鞋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回了自己家 不过这也不奇怪 毕竟平时我没事就会把余薇薇接过来住几天 也多亏了这个习惯 我家里很自然地存放了一些小孩用的东西 倒是不至于一眼穿帮 沈景彻进门后 先是打量了一圈我家里 然后脸色果然变得沉了一点 怎么 就你自己养孩子 孩子她爸呢 我此时正满脑子的身无可恋 文言随口道 啊 她去非洲挖矿了 沈景彻瞥了我一眼 我感觉她语气一样怪气的 哟 你没离婚呢 看你家一点男人的痕迹都没有 我还以为你年纪轻轻就手寡了呢 我听出来她在拐着弯地咒我了 我当即不爽地反驳 手寡怎么了 我自己还不是把孩子养这么大了 余薇薇立马在旁边附和我 是啊是啊 妈妈一个人可辛苦了 我低头看了她一眼 接着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 没事宝贝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妈妈再辛苦也值了 沈景彻似乎看不下去了 她换了一次性拖鞋进了屋里 刚走到沙发 她突然又转头 打量着我们 说起来 余薇薇跟你长得不像呢 随了她爸爸 我牵着余薇薇紧随其后地进来 但定地点了点头 是啊 女儿都随爸爸知道 沈景彻的脸又黑了一个肚 她转身坐到沙发上 低着头不说话了 我翻了白眼 沈景彻这一生气就冷战的性格 直直到现在都没改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我还会去哄她 但现在我们两个 充其量只是个 有点关系的陌生人 我实在没必要再去 伺候她的少爷脾气 我让余薇薇坐到了沙发上 然后起身去给她们倒水 我本来都坐好了 沈景彻会一直不说话 又或者直接摔门走的准备 但没想到我就接了个水的功夫 一转头 她却站在了我的身后 我吓了一跳 端着杯子的手一抖 差点把杯里的水给洒出去 我赶紧稳住 没好气地看着她 干嘛不出声啊 想谋杀 沈景彻瞪了我一眼 接着说道 不是 我就是感觉你家有点小 不太像是一家人住的配置 我心跳加快了一下 强装着镇定地说 什么才叫一家人的配置 反正我们一家人住得挺好的 我停了一下 到底还是有点心虚 忍不住提高了音量朗声道 我说你到底是来家访的 还是来挑刺的 你一个老实业务范围 什么时候拓展到房地产了 沈景彻被噎了一下 她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又没说 我的手捏紧了纸杯 越过沈景车的肩膀 看了眼客厅里的于薇薇 于薇薇这会儿 正自己在茶几上玩着拼贴话 见她没注意到 我们这边的异壮 我还是稍微松了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在小孩子面前 跟前男友互呛 有点别扭 嗯 就算是干妈 我也还是想在薇薇面前 留一个潇洒冷静的形象的 我轻轻吸了口气 开口小声道 你还想问什么 关于孩子的问题赶紧问 我们一会儿该吃饭了 沈景彻静静地看着我 沉声道 林暖 你跟我说实话 薇薇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 我觉得有些好笑 忍不住弯起了一点嘴角 略带嘲讽道 你说呢 你觉得薇薇跟你长得像 沈景彻回头看向于薇薇 他倒是真的认真地观察了一下 半晌 他叹了口气 无奈地承认 不像 他把头转回来 看着我的目光 晦涩难明 所以 七年前 你到底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我没想到 他会突然把这个问题 直白地问出来 大脑意识有些顿住 我们两个面对面 站在饮水机旁 狭小的空间 让周围的空气 都显得有些暧昧的温热 我感觉这么下去 事情似乎会向着 不妙的方向发展 沈景彻完全是一副 不问出结果 不罢休的架势 我只能加重了声音 提醒他 老师 这是家访 请不要问这些 无关的问题 不然我就只能请你 从这里出去了 沈景彻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他深吸了口气 闭了下一眼 在睁开后 又恢复了往日的冷静清明 不好意思 我们去跟于薇薇一起聊聊吧 他率先转头回了客厅 我看着他的背影 心情有些复杂 但也的确是想不到 更好的态度面对他 接下来的时间里 沈景彻倒是真的认真的 谈起了薇薇的问题 我虽然不是薇薇的亲妈妈 但毕竟从小看着他长大 大部分事情也很了解 在交谈的过程里 我越发感觉到了 沈景彻的变化 他比起之前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明显变得温和耐心了许多 沈景彻并不像很多成年人 只用自以为是的态度教育孩子 相反 他十分在意于薇薇自己的认知 几乎每件事 都会认真地聆听他的想法 交谈得越久越深入 我越是感觉心情有些复杂 我跟沈景彻 从七年前分手后 就再也没见过 不管多么痛苦 多么难熬 时间总是会 毫不停歇地往前走着 到了现在 我也不得不承认 在我跟沈景彻 这空缺的七年时光里 我们早就已经变成了 对方所不熟悉的那个人了 沈景彻了解完情况之后 就离开了 临走前他把我拉到一边 公事公办地跟我说道 于薇薇这孩子很有自己的想法 虽然在咱们国家的应试教育下 他可能显得不是很出色 但作为父母 也不能光看成绩 可以去着重培养一下 他的技能跟兴趣 他说着掏出手机 理所当然道 加个微信吧 以后有事方便联系 我 我本来前面听得还很认真 心里还琢磨着 要把这些话 跟闺蜜好好讨论一下 结果沈景彻一句加个微信 差点没给我枪住 倒不是觉得 老师跟家长加个微信 有什么关系 主要我不是余薇薇亲妈呀 难不成从今往后 我都要承担起 帮该女儿联系老师的重担 我有些犹豫 沈景彻却很单纯地看着我 不行吗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 跟我这个前任扯上关系 那让孩子他爸加我也行 我 我果断掏出手机 强装镇定道 没事 我加吧 我调出二维码 让沈景彻扫 一分钟后 我的微信里 便多了一个熟悉的好友 沈景彻这么多年 竟然都没换过联系方式 我有些出神地望着 他用了七年多的情侣头像 那我就先走了 以后余薇薇有什么情况 我会及时跟你联系的 沈景彻说着收起手机 一本正经地道别离开 全程好像 之前在饮水机旁咄咄逼人的 不是他一样 我心情复杂地 把他送出家门 刚回到家里 就看到余薇薇 一脸八卦地看着我 干妈 你跟我们沈老师 是不是早就认识了 我正了下 接着若无其事道 是啊 他跟我是大学同学 还有你妈妈 我们一个班的 余薇薇长长地呕了一声 显得有些异性阑珊 就这样啊 我伸手敲了敲他的脑袋 好笑道 就这样 小小的你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余薇薇捂住头 对我做了个鬼脸 我催她赶紧去写作业 自己则先跟闺蜜打电话 说了下余薇薇的事 然后告诉她 干闺女今晚住我这儿 晚上我帮余薇薇检查完作业 然后哄她睡着 这才回自己的房间洗漱 当我收拾好躺在床上的时候 脑子里根本没法控制地 回忆起我跟神经车的过去 那些随着今年累月的时间 所流逝的过往 平时并不会突然蹦出来 骚扰我的生活 然而只需要一个豁口 一次契机 我就会惊讶地发现 原来那近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相伴相守的时光 对我的人生有着如此深刻 又不可湮灭的影响 我跟神经车最开始的纠葛 恐怕要追溯到很小很小的时候 七岁之前 我们两家住在同一个小区 那个小区有些年头 住的大部分都是退休的老年人 跟没上学的小孩 每天太阳出来 老人就会聚堆坐在楼下聊天 晒太阳 而我们几个孩子闲不住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也都混成了好朋友的关系 神经车在当时就是个另类 他虽然每天也会跟着 爷爷奶奶到外面来 但却从来不会跟我们混在一起 我每次见他 他都拿着一本书 安静地坐在一边翻着 半大孩子的年纪 有几个能耐的住寂寞 一坐就是一整天的翻看一本书 反正我自认是做不到 所以当时对于神经车的存在 我是好奇跟不解更多一些 不过那个时候 我跟神经车的接触并不多 我们当时也不是没有试图 去叫他来跟我们一块玩 但神经车每次都沉默着摇头 渐渐地我们也就歇了 叫他一起的心思 年幼的时候 我们两个的交集算不上多 上小学那年我搬的家 以前的玩伴也都渐渐失去了联系 自然也包括神经车 而我们再次相遇已经是大学 先生报到那天我刚到班里 一眼就看到了安静坐在窗边的神经车 长大之后的他样子里还带着小时候的影子 或许是因为我这么多年 再也没见过比他更好看的人 所以我对他的脸记忆一直都很深刻 我在门口停住了脚步 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去跟他打招呼 毕竟小时候我跟他也不算数 就算我现在过去问他 估计也不记得我了 果不其然 大学第一学期 我跟神经车基本可以说是灵交集 神经车不出所料的 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他长得好看 学习又好又全能 平时学校里有个什么活动 老师都喜欢找他去参加 而他每次都能以绝对的优势拿到最佳 久而久之 就算大家想忽视他都忽视不了了 神经车的引人注目 我是能预料到的 而随着人气息来的 就是学校里越来越多的女生 对他的追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班的课 总会有别的班的同学来蹭 只要神经车在的地方 方圆三米 总会有女生跟在他身边 就连我都因为跟神经车同班 被不少女生拜托过地情书 或者礼物给他 我跟神经车的关系 一直都是这么不远不近 因为小时候那层关系 我对他的关注总是会比其他人多一点 大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前 我被高速折磨地只想上吊 拒绝掉闺蜜拉我出去逛街吃饭的提议 我拿着书任命地来了图书馆 准备硬肯 临近期末的图书馆里人还是很多 我费尽巴拉转了好几圈 才终于在一个角落 找到一处空着的位置 我赶紧抱着书冲过去抢坐 刚刚坐下 我就看到坐在我对面的男生 不紧不慢地抬起了头 是神经车 他戴了口罩 稍微有点长的刘海遮下来 浑身上下只露出那双好看的眼睛看着我 我愣了下 有些犹豫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他点了点头回应我 我低下头开始啃课本作题 然而一张试卷做完 我那个惨不忍睹的分数 还是让我无奈地长叹了口气 这时 我的面前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我还没反应过来 面前的试卷已经被人抽走了 我错愕地抬起头 就看见神经车一只手撑了下巴 正不紧不慢地翻看着我的试卷 你的思路就错了 这里应该这样 他说着 随手从旁边拿起支笔 就在我的试卷上写写画画了起来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操作搞得一愣一愣的 等他又把试卷推回到我面前 我这才骤然回过神来 啊 那个 谢谢 我懵懵地 莫名其妙就跟沈泽补习起了高数 那次之后 我经常会在图书馆碰到神经车 而每次碰到他 都免不了来一次年级第一的免费私下小灶 那一年我的高数刚刚好低空滑过 出成绩 那天我从班群里找到神经车的联系方式加上 好好地感谢了他一通 他很快回复了我 不用谢 你当女朋友就好了 我看到这条消息时手里一松 啪的一声 手机就这么硬声 结束了他不太长的生命 等我把手机修好再找出微信的时候 发现神经车还有新的消息 他告诉我 他会给我时间考虑 让我如果愿意的话 就在几天后去我们小时候住过的小区三号楼下 我看到消息的时候 先是惊了一下 然后我紧急地发现 现在就是神经车说的那个时间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甚至没来得及考虑要不要答应他 身子已经先一步冲了出去 重新回到这个我十几年没回过的小区 我见到了安静站在那里的神经车 他见到我就对我招了招手 然后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在这摔了个狗肯尼的事 我故意冷哼了句 你就是这么追女生的 那你这是答应了 他看着我跟着笑出声 这种事哪里还用考虑 我丝毫没有迟疑地就答应 也是从那天骑我才知道 原来神经车一直都记得我 并且跟我一样 从刚入学就认出了对方 我们自然而然地开始交往 这个消息在学校掀起了一阵轰动 大学四年 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 虽然中途也会吵架冷战 但总体来说 跟大部分情侣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大家都说毕业季是分手季 临近毕业之前的一段时间 神经车突然变得很忙 我当时已经找好了实习工作 正在为毕业后的入职做着准备 笑话成禄就是在这个时候找上我 告诉我神经车将会跟他一起出国的 只有我能给他 他想要的一切 他说他家里有能力 可以负担神经车出国的全部费用 不过条件是神经车毕业后 要跟他结婚 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没忍住笑了下 只觉得沉路要编 也不编得像样的理由 我根本没听说过 神经车要出国这件事 如果他真的准备出国 难道第一个知道的人 不应该是我 结果晚上我就打脸了 神经车说他要出国了 那一刻我只觉得晴天霹雳 等到第二天我冷静下来 决定好好跟神经车聊一下 可在实验楼的下面 我看到神经车的背影 他和沉路站在一起 沉路抱住了他 他还低下头去吻他 我的大脑彻底荡住了 我不想上前质问 自取其辱 我选择转身离开 回家收拾好东西 毫不留恋地离开了 我跟神经车住了两年的出租屋 其实这件事 我直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我跟神经车相处不错 也没什么大的矛盾 在那天之前 我也有自信感说 我们是相爱的 可现实是 他跟沉路的确要一起出国 我跟神经车提了分手 然后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回了乡下的外婆家 沉路说的没错 他家财大气粗地 能送神经车出国 后来他出国后 我才回来重新找了一份实习 正式开始之后 全新的生活 从那天到现在 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 我在回忆中 不知不觉地睡过去 第二天周末 闺蜜来我家借于薇薇 我顺便把遇到神经车的事 跟她提了 闺蜜是唯一一个 知道事情全貌的人 她听说于薇薇的新班主任 是神经车 还惊讶了一下 因为我们谁都没想到 神经车最后会成为一名小学老师 闺蜜有点担心地问我 她没找麻烦吧 我笑了笑 随意道 没有 她以为薇薇是我亲女儿呢 余薇薇无辜地眨了眨眼 闺蜜愣了下 然后扑吃笑了 行 正好 就让她难受去吧 我对此不置可否 闺蜜把干女儿接走了 几天之后 神经车给我发消息 让我放学来学校一趟 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结果在家楼下碰到了她 我脚步顿了一下 转身 想避开 却没避开 神经车已经发现了我 喊了一声 我的名字追了上来 余薇薇今天是游叔来接的 她不是你女儿吗 我 我心虚地咳了一声 强装镇定道 叔叔是我女儿干妈 她有时候会接薇薇 去家里住几天 神经车露出一副 若有所思的表情 我尴尬地要死 很想撇开她 直接回家 然而神经车没有放过我 她从随身带的包里 抽出了几张试卷 表情严肃地跟我说 虽然我之前建议你 不要太关注孩子的成绩 可以多培养她的兴趣 但不是让她敷衍学习 不管怎么说 在国内上学 就免不了经历中考高考 最起码考试要认真对待 而不是教几个鬼话服上来 我心情复杂地 接过于薇薇的试卷 在看到试卷上 仿佛鬼话服一样的 一堆乱码之后 我也实在找不到借口 为她辩驳了 那什么 我回去好好说说她 教育孩子不能光靠指责 神经车辞严地批评了我 这样吧 我请你吃个饭 我们好好聊聊 关于薇薇的事情 我 不用麻烦了吧 不麻烦 她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然后从我手里抽走试卷 慢条斯理地放回了包里 走吧 我车在外面 一会儿送你回来 我稀里糊涂地 就跟着神经车去了餐厅 这一晚上 我仿佛梦回大学期末 被神经车拉着补习高数的日子 她在旁边侃侃而谈 我听得一愣一愣 除了说好 都不知道能说什么 跟神经车的这次交谈 我仿佛找回了一些 她大学时候我熟悉的影子 就算她是我的前任 我也不得不承认 神经车是一名称职的老师 等到吃完饭 神经车把我送回家 临下车前 她还叫住我 一本正经地说 教育孩子要上心 你以前就大大咧咧的 平时肯定没少放养吧 我 是是是 都挺老实的 游书教育孩子 的确是没少放养 但我能怎么办 我还不是只能硬着头皮 替她硬了 我落荒而逃 头也没回地冲回了家里 神经车的心态 我是真的很服气 这前任见面 分手的时候 也不算多和平 她怎么就能这么自然呢 我实在是不太理解 并且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 越发地迷惑起来 在我跟神经车重逢后的一个月里 我莫名其妙地跟她出去吃了好几顿饭 她大部分时候都打着鱼薇薇的幌子 我明明知道她别有用心 但偏偏每次都没法拒绝 神经车这个人很聪明 情商智商都高 她每次都会认真跟我讲 关于鱼薇薇的事 然后又会在不经意间 穿插一些我们过去的回忆 神经车的很多小习惯 这些年都没变过 而那些在我们交往时 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 她竟然还能极其自然地做出来 比如我吃火锅前 一定会喝一杯酸奶 又比如她车上的副驾驶 永远放着一双平底鞋 这些细节她从来不说 就好像是自然的不能再自然的事 但我每次注意到 心里都会控制不住地被撩拨一下 我们就这么相处了一个月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很多事情似乎已经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这天我终于找到了借口 拒绝了神经车的邀请 我当即冲到闺蜜家 对着她就是一顿诉苦 不是啊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样的 神经车它什么意思 啊 它到底什么意思 游书看着我一脸憋笑的表情 反而是余薇薇在旁边天真道 沈老师喜欢干妈吧 我正了下 想都没想地摇头否认 不可能 我俩分手都七年了 游书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笑地拍了拍我的手 小孩都看出来的东西 你否定也没用 我有些发愣 游书却突然连起笑 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不过暖暖 如果他当年真的出轨了 我还是劝你不要原谅他 男人能出轨一次 就能出轨第二次 哪怕他装得再像个好人 也不能信 我欲言又止地垂下了眸 心绪一时起伏男人 这一整天我都沉浸在 余薇薇跟游书的话里 理智上 我觉得神景彻 不可能还喜欢我 或许她的确是想 跟我发展点什么 但比起七年过去 她都没放下我 我反而更倾向于 她是放不下 被我甩的这个事实 毕竟当初的神景彻 不说是天之骄子吧 那也是从小在 各种女生的追捧里长大的 恐怕这辈子都是她甩别人 没有别人甩她的份 但连余薇薇那样半大的孩子 都说她喜欢我 我突然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这一天我一直有些恍惚 以至于当天晚上 我家门被敲响 我听出是神景彻的声音后 就直接打开了门 我刚开门 一个带着酒气的身体 便直接倒向我 我下意识地伸手扶住她 有些猛逼道 你喝醉了 嗯 神景彻轻轻地应了声 她温热的呼吸 一下一下喷洒在我的耳边 我感觉皮肤有些发痒 忍不住微微偏开了头 我小声道 喝醉了就回家呀 你来找我干嘛 神景彻看起来有些难受 她的头在我的肩膀上 轻轻蹭了下 近乎有些撒娇地说 想你了 我一下子便被她堵住 心跳骤然加快 只能凭着本能快速道 你别这样 一会儿我女儿看你影响不好 神景彻抬起头看着我 她的脸很红 但眸光清明 甚至还带着一点笑意 她柔声道 女儿 带女儿吗 我 我几乎下意识地惊呼 你从哪知道的 神景彻低低地笑了起来 她伸手撑了一下旁边的门 把自己的身体支撑起来 我感觉她还是有些摇摇晃晃 犹豫地伸手扶了一下她 神景彻嘴角的笑意更明显了 她长得高 每次看我都要低下头 偏偏从这个角度 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眼中的宠溺跟温柔 她说 上次余薇薇上课偷吃巧克力被我抓了 我说要告诉她妈妈 她求我别说 说用一个秘密来换 那个秘密吗 好了别说了 我打断她 眉眼看得捂住了脸 这臭崽子 我帮她躲了一顿打 她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没良心 我磨了磨牙 下定决心 以后闺蜜要打她 再也不帮她说话了 神景彻心情很好地眯起了一眼 我瞪了一眼她 没好气到 所以你就被收买了 有你这么当老师的吗 有啊 神景彻满不在意 我没告诉她妈 告诉了她亲爸 也不算违反约定吧 我 我有些哭笑不得 一时不知道该心疼 余薇薇被套路 还是该生气 她把我卖了 我低下了头 无奈地叹了口气 气氛一时有些寂静 神景彻突然道 林暖 你当初到底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我愣了下 一时竟然有些反应 不过来她说了什么 这是自我们重逢以来 她第二次提到这个问题 我本以为她只是不甘心被甩 听过闺蜜 跟余薇薇的话后 现在又不确定了 我抿了抿唇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 林暖 这些年 我其实一直都放不下你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 我们当初明明相处得那么好 你为什么突然就跟我提了分手 还把我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 彻底消失了呢 她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委屈 或许是喝了酒的原因 今晚的神景彻 跟平时稳重冷静的她 感觉特别不一样 我莫名的鼻尖就有点发酸 这件事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为什么她却显得这么委屈呢 我 我刚说了个开头 还没来得及质问出轨的事 就看到神景彻 本就站得不太稳的身体摇了下 然后痛快地倒在我身上 我 我摇了摇她 没反应 又叫了她两声 还是没反应 我 干 她竟然就这么直接 在我家门口醉晕过去了 一瞬间 刚刚的心软感动 跟委屈散了得干干净净 我在家门口 扛着这么一个死沉的大男人 气得只想把她扔在外面 再也不管她 然而 我到底还是要为自己积德 在心里默念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秉着日行一善的原则 把神景彻扛回了家里 我费了好大的劲 好不容易才把她扔进客房 神景彻皱着眉 显得有些不舒服 但却就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我站在床边 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她的脸 她看起来成熟了很多 但依然显得那么好看 我思考了一下到底该怎么处理她 然而思来想去 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 我最终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任命地帮她把鞋跟衣服脱了 然后就这么扔在客房 自己回了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一阵早饭的香味给弄醒的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一时有些恍惚 现在是什么时候 屋外明显有人走来走去的声音 我的意识渐渐清醒 昨晚的记忆也随着浮现 神景彻 我瞬间从床上弹起来 飞快地打开门 跑出了卧室 神景彻正围着围裙 往餐桌上端盘子 她看到我出来抬起头 对着我扬起一个温柔的笑 醒了 正好 来吃早饭 我有些恍惚地去了卫生间洗漱 等我把自己整理好 神景彻已经坐在了桌边 正端着一杯咖啡小口抿着 我沉默地坐在她对面 一眼就看出了 桌子上的早餐 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七年前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 这样的早晨 可以说是每天的必备 我不会做饭 但只要有神景彻在 她从来没让我在早上空腹去上过课 这些年过去 我早已经掌握了做饭的技巧 然而这个画面再次出现 还是猝不及防 以一种十分迅猛的姿态 狠狠地击中了我的内心 我感觉眼睛有点发色 赶紧端起桌上的豆浆 抿了一口 我昨晚喝醉了 神景彻突然开口 我本能地接话 我知道 你没做什么 我低着头没敢看她 她却变得严肃 目光灼热地紧盯着我 昨晚的时候我都记得 我说没放下你都是真的 我猛地抬起头 有些迷茫道 可是你当初不是 关于陈璐的话题 已经到了我的嘴边 可那个让我难过的拥抱和亲吻 就好像在强迫我承认自己的无能跟平庸 我其实并不配站在神景彻的身边 我咬住了唇 没有说话 神景彻却皱起了眉头 疑惑道 当初 我当初怎么了 她紧紧地盯着我 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肃 我当初出国的事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 是因为我当时也不确定到底要不要出去 如果是因为我隐瞒了你 我向你道歉 但我告诉你的时候 的确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再决定的 我明明不是因为她要出国才跟她分手 这些话题不提就算了 但只要提起来 她跟笑话的身影就会一遍遍刺痛我 我忍不住低吼道 我又不是因为你要出国才跟你分手 是你自己要接受陈璐的资助 我不过是想给自己留点尊严而已 我吼完 抬起头倔强地看向神景彻 然而神景彻的反应出乎了我的预料 她整个人呈现出一种大写的猛逼 我从未在她身上见过如此呆滞的表情 她艰难道 陈璐是谁来着 我 我比她还猛逼 就是笑话呀 你俩当时还参加了同一个实验来着 神景彻低下头 认真地回忆了一下 然后才恍然道 啊 是她呀 她看向我 目光更加迷惑 跟她有什么关系呀 我紧紧地盯着神景彻的脸 试图从她脸上看出一丝伪装的破绽 然而没有 神景彻是认真的 她真的不知道跟陈璐有什么关系 我心里骤然升起一股荒谬的感觉 我把七年前发生的事情 从头到尾跟她说了一遍 包括陈璐来找我 一直到我看到他们接吻为止 神景彻听完 反应出奇的大 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直接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我亲她 我连她长什么样都忘了 我会亲她 她看起来气急了 胸口大幅度地起伏着 我莫名有些心虚 突然想起来 当初我拍的照片还留着 赶紧从云盘里找出来 拿给她看 可是我当时真的看见了 这难道不是你吗 神景彻接过手机 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 眉头顿时皱起 我仔细地盯着她的脸 神景彻的表情 从疑惑到了然 接着变得一脸冷气森森到 我知道了 她把手机还给我 铁青着脸色 拿出自己的手机 我心情复杂地端着手机 在一边看着她 没一会儿 神景彻给我发了几张照片过来 这是那天 我跟导师在外面研讨会的照片 时间太久了 我只能找到这些 我有些愣愣地看着照片 你说的那个时间点 我正在外面开会 根本不可能跟什么校花 在学校里接吻 如果你不信 我可以去找当时和我一起 参加研讨会的老师作证 我绝对没有做过 对不起你的事 她认真的看着我 语气认真又严肃 我当年出国 之所以迟迟订不下来 就是因为老师在帮我申请 全额减免许费 我出国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事 就把自己卖了 我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拿着手机呆呆地问 那这个人 神景彻冷笑了一声道 你一说我才想起来 那段时间我表弟正好来找我 想让我给他想办法 带他一起出国 表弟 我开始不受控制地 去想一种离谱的事实 他跟我身形很像 那段时间老在咱家楼下蹲我 我不想理他也没提这个事 没想到他竟然私下里 还干过这种事 神景彻垂下谋 低声呢喃道 怪不得 我说他后来 从哪里搞来的 钱出的国 我整个人彻底愣在原地 怎么也没想到 整件事竟然这么的荒谬 我忍不住又去看了那张照片 其实现在想想 我根本就没看到 那个人的正脸 只看到一模一样的衣服 就在潜意识里 把他当成了神景彻 虽说这其中有 陈璐之前先入为主 给我种下的因 但我不够信任神景彻 也是事实 我一时不知道该哭该笑 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神景彻 桌上的早餐 还在尽职尽责地 散发着他的香气 空气里飘满了名为 沉默的因子 气氛一时微妙地 让我难以招架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神景彻突然开口 淋暖 我 你别说了 我打算他 轻轻叹了口气 对不起 说我误会你了 神景彻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事情 到了现在我们都很清楚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这七年的时光 已经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回来了 我有些唏嘘 又有些恍然 这是解决了 神景彻心里的那块心结 也该放下了 我无声地叹了口气 就听到他说 没事 不用道歉 你当我老婆就好了 他怎么这么草率 这话是可以乱说的吗 你不愿意吗 他小心翼翼地试探我的态度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我 让我想想 说不心动是假的 但 我得再想想 误会解开后 闺蜜跟甘闺女 也加入了 撮合我们复合的大队 这半年里 哪都没少了他们的影子 我并不是不想 跟神景彻复合 只是时间过去太久 这里面误会也好 阴差阳错也好 总让我有种 不敢向前一步的感觉 可能也是因为 我在这件事里 伤害了神景彻太多 尤其是误会解开后 我每次见到他 愧疚都会大过一切别的情绪 然而神景彻 却从始至中 都没有一丝的犹豫 这半年里 他找到了他表弟 向他求证了之前的事 他表弟承认 当初自己的确是 跟陈璐做了交易 那天他碰巧看到了 我出门就联系陈璐 两人做了一场戏 事情得到了确认 我反而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甚至有点 佩服他们为了演戏 连神景彻那天穿的什么衣服 都模仿的一模一样 关键是 就算他们做了这么多 到了最后 陈璐还是没能如愿 跟神景彻在一起 神景彻听完他表弟的话后 没说什么 只是两个月后 我听说他表弟之前 欠了一大笔 高利贷的事被他爸妈知道了 他被他爸打得 直接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一年后 神景彻在我隔壁租了房子 这一年里 神景彻奈的住性子 一点一点悄无声息地 渗透了我的生活 他没再跟我提交往的事 反而是直接求了婚 我看着单膝跪地 拿着戒指的男人 忍不住想我 这到底是何德何能 才能让他从始至中 这么坚定地选择我 这一次 我无论如何 都无法拒绝他了 婚礼那天 许多年没见的陈璐 突然出现 在婚礼现场看到他的时候 我还愣了下 因为过去光鲜亮丽的笑话 竟然已经变得满脸沧桑 我不知道他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但他左手无名纸上 戴着一枚戒指 恐他这些年里 也早就已经嫁人了 我跟神景彻并肩站着 他面无表情地走到我面前 满脸计较道 林暖 你真是好手段 这么多年了 还能想办法嫁给神景彻呢 我觉得他这副样子有点好笑 像是愤世嫉俗的泼妇 明显就是日子过得不顺的表现 我连生气都懒得跟他生气了 我对他笑了笑 轻松道 是啊 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分开了 你 他看起来生气了 举起手似乎想打我 我对他的敌意莫名其妙 还没来得及躲开 神景彻已经一把拍开了他的胳膊 他目光冰冷地看着陈璐 我记得我没有邀请你 请你从这里出去 神景彻叫来了保安 陈璐像是疯子一样 大喊大叫着被赶了出去 好在影响不大 后面的环节 还是顺顺利利地进行了下去 我跟神景彻正式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一家人 几个月后 我发现我怀孕了 当初因为一个假女儿使我们重逢 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事情 时过境迁 我们竟然很快就要真的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这种感觉让我有种说不上来的安心跟幸福 神景彻辞了小学老师的工作 准备自己创业 他说以后家里的花销要变大了 他想给我跟孩子更好的生活 我想了一下 干脆也辞了工作和他一起奋斗 反正跟神景彻从以前开始就做什么成什么 我相信他去创业也一定可以闯出自己的天地 神景彻对我的选择表现出了绝对的支持跟欣喜 从今往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两个都会携手并肩行 毕竟 谁让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吗 余薇薇她时不时来我家 经常抱着我撒娇 干妈 干爹去创业 真是太好了 终于没人再管你的作业了 我冲着她笑了笑 是啊是啊 我能轻松一段时间 余薇薇掩藏不住嘴角的笑意 那可不行 神景彻从房间里走出来 顺手给我热了一杯牛奶 你妈对你放养式的教育我不认同 还是要好好学习 一周过来补习一次 余薇薇 她看了我的肚子一眼 默默地说了句 干妈 希望你生一对双胞胎 让干爹手忙脚乱 没想到余薇薇的嘴像开了光 我真的怀了双胞胎 九个月后 神景彻哄着两个娃 忙到头发都飞起来了 我笑着打趣她 你还想要二胎吗 神景彻愣了愣 随后笑道 你生我就要 哟 她还挺嘴硬的呀 优 refer 剧场 优优狼 剧场 优狼 雀 傳 优狼 出 迹 疾 优狼 疼 优狼 好